华为去年推出Ment 60 Pro 那件晶片被视为中国突破美国晶片封锁 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认为 这件事凸显出对中晶片出口管制奏效 为了防堵中共使用先进晶片增强军事能力 美国政府持续强化制裁措施 不过包括美国英特尔在内 已经取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许可证 能够继续向中国华为出售产品 引发外界质疑美国政府力度不够强硬 对此雷蒙多强调 要求企业续和任何人一样承担责任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张其林 整理报道